23歲小三揭露在一起六年 陶哲一劈腿未成年 我想要把所謂的icon 這個東西給破壞掉 我覺得我想呈現的是 最真實的原因 陶哲你真的做到了 而且幕後推手還是楊子晴 陶哲之前被楊子晴踢爆 婚後還想跟我在一起 她在第一時間承認 交往卻未對婚後是否繼續約 迫回應 到了五天 今天丟出一張律師函 內容不痛不癢 估計是想告訴楊子晴 老子已經取律師 這要不要再爆料哦 結果反而把楊子晴被激怒了 昨天她在微博 砸砸實實反擊 不知誰名氣大誰 這有禮物 誰調門告示交戰 無論你心情假意 還是忍不忍心身上 就在那裡不深不響 不躲不藏 呵呵 律師為寢得起 還接受中國媒體專訪控批 剛承認我是到前女友 希望我一切順利 沒想到剛過兩天要起訴哦 真可笑 她加碼爆料 陶哲偷新新聞爆出來之前 還聯繫她說 七月初會到北京工作 但她拒絕見面 李陶哲在一起六年 對這個人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但楊子晴今年二十三歲 六年前才十七歲耶 頭倒似未成年 你也吃得下去嗎 而且當時她身邊疑似 還有那抹簡寶山耶 巧的是當年她被派到 在簡寶山到北京 下落的萬達索菲特大酒店 也就是她在佩妮去北京 同時開兩間房 邀佋楊子晴一起出的 同一間飯店 她對你萬一也許不專一 但是的飯店倒是始終如一啊 我跟Penny認識了才兩年多一點時間 她2012年撤了簡寶山 童年認識現任髮妻Penny 但口袋面當裡依舊保存楊子晴 楊子晴也不負地表最強小三稱號 因為她跟陶哲牽扯不清的同時 去年也跟李威滾過沙發床 對此李威經紀人李延謹說 那女的拿李威炒作 陶哲經紀公司則說 七號開記者會簽 不會回應 憑鬼的新聞 我就是關不住老心會亂飛 報導